大家好,歡迎來到Data Lauda 網站教學影片 在我們網站看股票時,很多時候都會看到藍色的輔助指標 這條藍色線,我們叫參與者數目 過去一段時間幫我們找到好估計,例如這些 又被開了一些表現比較差的股份,例如這些 今次這段影片就會講解一下參與者數目的使用方法 開始之前提醒,網站教學內容都是Data Lauda 的獨創功能 Data Lauda 是由本地全職交易員所創立的股票分析平台 想了解更多就可以看《有上角2分鐘入門》影片 簡單來說,參與的數目就是可以反映散戶的行為 參與的數目上升代表散戶追捧 參與的數目下降代表散戶離場 小散戶的股份往往可以獲得更高的回報 始終長期來說,股市都是少數人贏錢的 一個最近很經典的例子 阿里巴巴9988過去一年 參與的數目由860位升到1029位 過去一年就只升了11% 而騰訊700參與數目由861位跌到747位 過去一年就升了64% 跑來阿里巴巴超過5倍 在同類的股份參與的數目 就很有效幫我們分辨到一種好的股份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三個 很簡單在圖表上配合參與數目的選股條件 第一個條件我們要找到一些股份表現強勢 在股價一連圖上 我們將圖表打橫在中間 切一半 平均分成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如果最近的股價 都是處於股價圖的上半部分 可以說它也算是一種強勢股 第二個條件就是參與數目要不斷下降 好像騰訊控股 我們也可以看到最近的參與數目都是處於下降 而過去一年來說 參與數目也是慢慢減少 整體參與數目下降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散戶是正在來場的 第三個條件 我們就要找到一些股份 走勢剛剛突破 好像這隻 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團隊都不斷推介6078海吉亞醫療 也可以看到前幾天 它突破60元的時候 參與數目都是處於低位 過去一年來說都是不斷下降 加上走勢在強勢之下橫行突破 這些就是符合我們三個選股條件 我們怎樣可以發速找到這些股價強勢 但同時參與數目比較低的股份呢 我們可以利用排行榜的功能 按一按這裡 排行榜右邊這裡的位置有兩個column 一個叫做參與數目 一個叫做格格水平 我們兩個的時間都是選52周 下面這裡有一個filter的功能 如果我們把這個右邊的位置拉到中間 在整個排行榜就會顯示起一些參與數目比較低的股份 越往左拉就會越低 如果由左拉回右就會找到一些參與數目比較高的股份 同樣都是適用於格格水平 由右往左拉就是一些股價比較弱勢的股份 由左往右拉就是一些股價表現比較強勢的股份 一般來說我們可以找一些參與數目比較低 即是說是0-50% 格格水平就是50-100% 透過這兩個篩選 我們就可以快速找到一些低參與數目和股價強勢的股份 最後我們要說回股價圖表上面 我們會看到 SICUS PL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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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選項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要理解SICUS是T加2的Data 參與數目屬於SICUS的Data T加2就是什麼概念呢? 即是說相關的數據是遲了兩個交易日去公佈的 即是說股份在星期三交易 到星期五晚凌晨1點才會公佈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藍色線最近的數據 其實都是兩天前的數據 我們現在用SICUS PLUS 3數 就是調整了當中的延遲 將藍色線調遷了兩天 影片看到這裡已經是調遷了兩天了 那麼我們用SICUS PLUS 參數 就不會誤解了交易日和公佈日 SICUS PLUS 參數二又為什麼要存在呢? 因為當我們做回測的時候 例如騰訊700這裡我們回頭 看它剛剛突破那一天 在圖表上我們看過去的數據的時候 這裡所顯示的藍色線 其實在當時1月14日是看不到的 在當時1月14日來說 這個是未來的數據 我們並不是未來人 沒有辦法知道未來發生的事 所以做回測的時候就不要用參數1 而改用參數2 不然我們做回測就很容易出現了 一個overfitting的情況 這種分析錯誤 起對於我們未來的交易是相當危險 所以記得看過去的股價表現 記得用SICUS PLUS 參數2 最後我們來個總結 第一,藍色線的輔助指標 參與數目的多少就反映了散戶的參與程度 第二,我們配合這個藍色指標 可以運出一些股份表現強勢 參與數目處於低位並且下降 再加上走勢剛剛突破 這些都是比較優質的股份 而且是適合買入的時機 第三,排行榜的功能上 我們可以利用價格水平和參與數目的功能 去篩選一些股份表現強勢 和參與數目下降的股份 第四,要記住SICUS是T加2的data 看最新公約的圖表 我們用SICUS PLUS 參數 而看過去的圖表 我們就記得用SICUS PLUS 參數2 這次的這段參與數目教學的影片就差不多 有些什麼問題記得留言發問 更加詳盡的話也可以看片尾這兩段教學影片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見,拜拜!